這個很久 這個其實花差不多有50年了 本土畫家陳來欣 數十年前替太太做的畫 畫出懷孕的她溫柔而堅毅 她曾經是老師 畫家 作家 社會文化運動者 有著多重身份的藝術家 照護員認出了她 你是我的國中老師 美清老師 我是你的學生 畢業紀念冊是她20多歲的照片 經過半個世紀 今年她75歲了 歲月帶走了青春 也抹去了一些記憶 她忘了不少事情 但是一拿到彩筆 就像重新活了過來 畫畫的時候 她自然哼起歌來 她喜歡畫人物 筆觸率真自然 大約5分鐘就能完成一幅畫 我生日你送給我的時候 我真的不只哭5分鐘 因為畫風筆觸 有人說她是台灣的販骨 年輕時 她雙腳走街頭 雙手畫庶民 表達對這塊土地的熱愛 更有人說她是台灣陳來欣 不需要別人的名號 國媒館也收藏她的畫作 以前她畫油畫 現在用粉蠟筆 2000年的時候 陳來欣因為腦溢血 鬼門關前走一遭 健康開始走下坡 數年前記憶力退化了 其實她朋友很多 但是失智以後很多朋友的名字 忘了家有的也忘了 不容易跟她對話 所以來著這邊 可以啦 綁開的時候 陳來欣像個孩子 跌著頭抗議太太說她 跟大家不容易對話 最愛畫畫的她 一度中斷了創作 來到照護中心之後 從事畫筆 慢慢放開自己 還願意跳起鼓來 唱歌跳舞都是她的長相 繪畫才華更是生殖骨髓 照護中心的指引 讓她再度開朗起來 舞步跳著恰恰 也是人生的圓舞曲 TBS新聞 陳志忠無數平 張華報導 張哲世寶需要陪伴與照顧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